骨質疏鬆是很多老人家都有的問題 但究竟為何人會有骨質疏鬆呢? 可以怎樣預防?又有甚麼治療方法? 那是否每個人到達大年紀的時候 都會有骨質疏鬆病呢? 跌傷、骨折和年紀大 有骨質疏鬆的機會就越來越大 當然是骨質疏鬆年紀大最重要 一起來聽安樂居副醫務主任 白幹榮醫生怎樣說 星期三 筆劳80 本節目是由安樂居特日贊助 安樂居 擁抱安樂人生 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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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